别说 求别说 我是有原则的人 我有底线的 马上说一遍 你别瞎搞了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 袖手旁观 精彩即将呈现 前不久 普城的车先生用了十年的手机号 由于欠费六个月 突然被运营商消耗 并发放给了别人 车先生一怒之下 竟然扯了两条链子 就把电信音乐厅的大门给锁了 盘腿坐在门口讨说法 欠费欠了六个月 还讨个毛的说法 后来经过初步协商 运营商在派出所的协助下 把已发放给别人的手机号码 做工作后重新收回 目前双方人在协商处理中 果然啊 还是恨的怕愣的 愣的话不要命的 最近一美国大兵 Franc Franc 对不对 对 Franc Franc 嗯 再来 最近一美国大兵 Franc 兜里揣着个iPhone 就出去执行任务 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人肉炸弹 这个自杀袭击者 在几英尺外引爆炸弹 各种弹片横飞 而Franc口袋里的iPhone 刚好帮他挡住了 最致命的一块 保住了心灵 虽然苹果公司表示 可以免费给他换台新的 但他最后还是决定 把这台iPhone 留着供起来 那啥苹果都能挡蛋骗了 诺基亚你怎么看 据福布斯网站报道 一个神奇的手机品牌 Vico 去年拿下了 法国市场份额的18% 仅次于苹果三星 位居第三 不仅在法国家喻户晓 而且还是法国人民 引以为豪的民族品牌 我有Vico 我自豪 然而 法国人不知道 残酷事实是 这个Vico手机的大股东 竟然是总部位于深圳的 一家叫做天龙移动的 名不见金传的公司 简直牛逼 深圳果然是个 卧虎藏龙的地方 华强北出品 必数精品 本期节目由部落守卫战赞助播出 小伙子 看你长得这么非主流 加入我们部落吧 不好意思 我身是联盟的人 死是联盟的尸体 恐怕你找错人了 看来今天你是非死不可了 哼 此前还有什么想说的 为了部落 哎哎哎哎 喂 不要这么会演 好不好 先说游戏名 好不好 好 今天的第一个游戏 叫做部落守卫战 这是一个有着特殊塔坊技巧的游戏 塔坊嘛 塔坊不都一样吗 还有什么特殊技巧 哎 首先百变猎场关卡 专制大王派出来寻山的小罗罗 原始部落社会险恶 你要建造各种防御塔 来抵御敌人的入侵 防御塔分为四种 剑灵塔 勇灵塔 魔灵塔 炮灵塔 功能特点不同样 并且还能升级 卧擦 塔坊居然能直接招小弟出来打架 咱原始社会没什么技术 就是人不怕死 所以减速塔什么的 都是直接派小弟上去拉怪 哎 你别说啊 小弟们还挺耐打的 哎 跟我有点闲啊 不过万一碰到牛逼的怪 扛不住怎么办 游戏右下角还有三种辅助技能 圆兵 缠绕 活跃 可以召唤增援的小弟 也可以使出牛逼的死亡缠绕 要是还是扛不住的话 就给他们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啤酒杂鸡鱼 哎 这招还是蛮狠的哦 怪一定是上火死的啊 好了 终于通关 后面的猎场还多着呢 还有更凶残的boss等着你暴局 所以还需要强化一下英雄 一马 一个塔房游戏居然还有主城 都说是特殊的塔房游戏啦 在主城里可以接主线任务 搞搞房地产 抽抽奖 中中菜什么的 顺便强化一下战斗力 我操 果然是塔房中的战斗机 哎 话说 敢不敢有pk 必须有 除了基本的塔房玩法外 还能出征打野 pk 活着 这一年头 不能殴打小伙伴的游戏 已经不能愉快地游玩了 在后期的关卡中 还可以召唤英魂出了战斗 听起来好像很牛逼的样子 英魂是什么 就是像老夫一样 可以一个打十个的狠角色 他不仅能挡怪 能群攻 还能释放各种特殊技能 可以直接开大 哎 这个是要完全撸马撸的节奏吗 想太多 当然是自动放技能了 毕竟还是个塔房游戏吧 等我长大 一定要召唤两个安链 一个帮我打怪 一个陪我聊天 我绝对不是这样讲的 我就不可能 这谁搞自己的 没问题 刚才我们聊了这么久 接下来我们来愉快地打怪吧 哎 我说 除了打人 咱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发泄方法 哥的面部磨损性 脂肪增生已经很严重了 哎 我也没办法 实际上全眼博士 只有你是打坏不用赔钱的呢 得 我给你看个游戏啊 无敌弹珠 随便打 随便砸 不用赔钱 肯定适合你 哇塞 弹弹珠 就是这个feel 居然可以随意砸玻璃 只管砸 我跟你说啊 这个游戏就是破坏旁的天下 弹珠在手 遇神杀神 遇玻璃砸玻璃 自从小学时候 在动物园玩弹珠 不小心弹死一只大象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喷过它了 卧槽 你这也是大力出奇迹啊 话说弹珠这么扔 打光了怎么办 打光了你就输了 所以嘛 你要尽可能的 多打碎那些小锥体 每次就会奖励三个弹珠 不过如果你一头撞到玻璃上 那就会撞掉好几个 所以呢 要看准了射 玩的呢 就是一个快准狠 放心 射空射漏什么的 不是老夫的风格 嗯 你嘛 什么时候变成双猪连发了 哎呦 不错啊 你连续十次打中锥体 就会自动变成双卡双败了 你看下面这里有个绿色的涂胶 快打中它 哇 弹珠连发启动 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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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呆呆呆呆呆 看着点啊 镜头条走光了 你就不能这么玩了 差不多说 哎呀 一头撞死 你们明明走了那么远 怎么才这么点距离 这就说明你在弹珠界 就只能走这么远啊 海量栏目订阅 最全游戏专区 游戏一站搜索 美女游戏直播 专业编辑团队 离线观看模式 六大功能特色 游戏新闻 视频 攻略 警图全搜罗 近在1773 手机客户端 哎 尔云 你怎么落泪了 你妹啊 盯着那个游戏看太久 眼睛都看花了 敢不敢来个 比较保护眼睛的游戏 有有有有 下面这个游戏 绝对可以让你 终身摆脱眼疲劳 来看这个 层层波 名字里有个波 呃 是一件烂烂很愉悦的事情 那你捧着这个 闭上眼睛 脑子里想着愉悦的事 等我说开始 你就开玩 嗯 好的 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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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野 Ready Go 卧槽 这什么玩意 Joker 卫毛有个箭头 还抖得这么激烈 快点住屏幕 再松开 在点 再松开 啊你 这箭头一声一声 是要干嘛 喂喂喂喂 卧槽 装死了 你干嘛就逗我啊 这游戏到底是什么玩法 就是这么玩啊 点屏幕控制箭头 iku Esper G 就是这么玩啊 点屏幕控制箭头 不要撞到墙 明白 走你 卧槽 又来 哎哎哎 哎 操 又撞了 再来 再来啊 一马我还就不信了 我走 哎哎哎哎哎 卧槽 哎 这也太坑了吧 谁他妈说 这游戏不伤眼睛的 啊 我的意思就是吧 这游戏玩多了 就直接瞎掉了 然后你再也不用 担心眼疲劳了 哪里 呀没点 好了 由于主持人以下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 就over了 本周的相信我真的有奖品的 有奖问答题目是 下面选项中 哪一个不是部落守卫战中的 防御塔种类 A 剑灵 B 咏灵 C 魔灵 D 灭害灵 请在腾讯微博 at 袖手旁观回复我们 我们将随机抽取 三名讯文玩家 送出游戏周边 即日起观看 最牛逼手游节目 袖手旁观 就有机会赢取 由最震惊手游主播 安莱尔和二运 亲情代言的 袖手旁观 普豪金iPhone5手机壳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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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一二三 既逼手游戏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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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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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 過 好吧就這樣了 我受不了了